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很高興跟各位同學在線上見面 因為受到疫情的關係 所有的這些課程都是用線上來做進行的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線上的課程 能夠提供年輕的朋友 在求職的路上都能夠更為順遂 那麼以下所講的都是我個人 在累積多年的職場經驗當中 所歸結的一些重點 向各位年輕的朋友來去做分享 希望對大家能夠有益 那麼首先來看看我所準備的 POW POINT相關的內容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章 當然是我個人的簡介 讓大家瞭解一下 我從學校畢業之後 因為大學念的是新聞 所以很自然的 就到了新聞單位去工作 工作了在報社工作的七年半 之後呢TVBS成立了 我就調整到TVBS去工作 在那個地方呢待了12年 所以總計我大概從事媒體的工作 大概有20多年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麼緊接下來呢 就到了人力銀行 去從事職業媒合的工作 那麼距今也超過了10年 那麼所以我希望呢 把我這10年的 從事職業媒合的這個工作的經驗 跟年輕的朋友來去做分享 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我們所處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就是我們一般而言呢 大家不曉得知不知道目前呢 在台灣我們一般的壽星階級的 平均的薪資大概有多少 根據我們行政院主計總處 所做的調查呢 是有五萬一千多塊錢 不過一般的人 對於這樣的一個數字 通常都會有以下這樣的一個反應 就是見鬼了 因為怎麼可能有那麼高呢 五萬一千多塊錢呢 於是呢政府也聽到大家的聲音 於是呢緊接下來又提供了另外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呢相對就比較接近真實了 我們看到的就是呢 我們一般的這個平均的薪資 大概在三萬九千塊錢 三萬九千塊錢四萬塊不到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從 二十二歲大學畢業到六十五歲 退休的所有的在工作的這些 各個年齡層的工作者 他們的薪資的平均數字 大概在三萬九 所以我們工作的大半生 得到的是一個三萬九四萬不到的一個平均數 所以大家都會認為說工作其實真的是 像悲劇 就是像這個杯子 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可是即便如此我們就不工作了嗎 那我們還是要工作 所以於是呢我們可以看到 像從二零二年開始 因為受到疫情的關係 政府對於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都提供了一些相對的一些 補救的一些辦法 這些辦法呢我個人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蘋果日報 那麼這是瘋傳媒都會有引述 我個人在臉書上的一些建議 那麼這些建議無非的就是希望透過 我們在職場當中協助年輕朋友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讓這些補助能夠更到位 而且能夠更符合年輕朋友他在求職上頭的這些實際上的需求 那緊接下來我想跟大家所談的就是 不論我們在做任何的調查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呢 我們的年輕的朋友在找工作 其實最在意的就是薪資 那麼於是呢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些行業他們對於薪資 他的滿意或是不滿意度會比較高的幾類的這樣的一個職缺 在我們做的調查裡面 我們看到對於薪水相對比較滿意的 像是金融保險會計統計啦 這個是對於薪水呢最為滿意的 可是他的滿意度也不過是49.3% 那麼另外看到科技資訊業 那麼這個呢他對於他的薪資呢 是次高的他的滿意度是次高的 那麼第三呢就是影音設計跟時尚藝術 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對於薪資滿意度的這個前三名 緊接著我們來看對薪資不滿意度的倒數的這三名呢 到底是哪些行業啊 我們看到是餐飲住宿跟休閒娛樂 他是對他對於滿意度呢很低 只有39% 那這個通常大家也了解 這樣的工作呢大概就是用時間 來去換取金錢 所以工作要有好的薪資 工作時間就會相對比較長 另外就是營建不動產 第三個呢對於薪資相對更不滿意的呢 就是大眾傳播跟公關廣告 也就是可能就過去我工作的那樣一個職務的類別 可是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沒有 就是對於工作滿意度 就最不滿意的倒數第三名 這個大眾傳播與公關廣告 他的滿意的比例是41% 跟剛剛我們看到的最滿意的前三名的 這個第三名的46% 兩者相距也不過五個百分點 我要總結的也就是說 不管是滿意或者不滿意 其實多數的朋友對於薪資是永遠是不滿意的 那怎麼樣能夠讓我們在薪資上頭 能夠有一些改善呢 很多的朋友就尋求了就在職進修 因此呢不管大家是不是大肆要畢業了 進修的這一個道路是永遠沒有終止的 即便你已經進到職場上去工作 像我們現在看到有非常多的這個專業經理人 還去尋求EMBA的課程 然後來補強自己 讓自己在工作上頭呢能夠更為順遂 能夠在碰到困難的時候呢 再能夠找到很快的找到解決的方法 更為得心應手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介紹 我自己呢畢業於台大政治研究所 也是中華大學的科技管理的這個博士 這是我的一些專案管理的證照 介紹給大家 那麼只是在佐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職場當中呢 進修的道路是不中斷的 不間斷的 要持續的讓自己去精進 才能夠碰到新的挑戰困難的時候 找尋到一個新的解決的方法 在學校裡面 就可以提供你這樣的一個相對的資源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關心 即將要畢業了 那麼到底在現階段有哪一些的產業 是相對的比較夯的 我也做了一些整理提供給大家 這裡面呢還包括了像大數據的人才啦 電商的人才啦 數位行銷 東南亞語系 以及大家所熟悉的智慧自動化機器人 生技的人才 長照醫療 因為隨著我們這個高齡化 我們現在已經65歲的老人 在我們台灣總人口已經超過了16%了 那個已經遠遠超過聯合國 對於所謂高齡化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所以因此我們其實已經是來到了一個 超高齡的這樣的一個社會了 所以長照醫療在現階段的台灣 是被積極的需求的 另外就是數位金融的人才啊 Fintech 現在所有的這個金融機構 這種零貴作業都慢慢減少了 怎麼樣透過數位金融 然後呢去強化自己未來在謀職的一個實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這是以上的這個十個這個產業 是現階段最夯的 我一直在強調現階段最夯 指的就是應該在三五年之內 應該不會有太明顯的一個改變 最主要是因為 隨著科技的發展的腳步的迅速變化 於是呢 像剛剛所列舉出來 所謂的這個最夯的產業 很可能在三年以後 它就會被輪替掉 會有更新的產業 來去做這個地補 所以呢 我才說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最夯 那很多的可能現在在這個線上的朋友會問呢 我自己所學不是學這個的 我不是學長照的 我不是學AI這個智能機器人的 那我怎麼樣能夠去參與這個所謂的最夯的行業呢 其實 任何的一個行業 它都有可能跟你我自身專長有關的一個職務類別 你好比說去做這個人工智能或者大數據好了 那麼是不是需要有業務的人才 於是就算你不是學大數據的 但是你對銷售是非常有辦法的 或者是你大學瞬間氣管的 學過一些國際行銷啦 或者是這方面的課程的朋友 你就會有這個機會 進入到這樣的一個相對比較夯的產業 隨著這個產業的成長 大家一起來成長 所以我不曉得大家了不了解我所說的 就算你是念傳播的啦 那你也可能可以進到這些數位金融的行銷的部門 因為它也許也有需要粉絲團的小編啦 也有要去對外行銷的文稿的撰寫啦 那你是念新聞念傳播的 你不就有這個機會要進入到這樣的一個行業裡頭 所謂的最夯的新的行業 新種的這個行業裡面嗎 我指的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不管各位是學什麼的 你好比說你是學機電的 那這家公司它總是也有一些機電設備需要維修的 也需要這些機電的人才啊是不是呢 所以因此我舉這樣的例子只是在說明 其實在我們的市場當中經常的聽到 就是我們一定要站在風口浪尖上 那麼只要是站在風口浪尖的上 像小米的創辦人說的雷軍說的 站在風口浪尖上豬都會飛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最夯的這樣一個產業 伴隨著這個產業的成長 有非常多人開玩笑說在台積電裡面 連打掃的阿桑這些清潔婦 他都年薪百萬 因為他領股票啊領台積電股票啊是不是 那他怎麼進到台積電呢他會打掃啊 所以呢不用去擔心說剛剛所舉的這個十大最夯的產業 你可能所學跟他們每一關相信我每一個公司的一個組織團體裡面 都會拆解各種不同的這種工作的類型 他有一部分的這種工作類型會適合你 你自己要去設法把自己的這個專長 跟這樣的產業去做一個勾連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到今天呢大家最為關注的這個相關的主題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啊 讓老闆能夠選擇你 我還想要把這個大環境跟大家來去做一個介紹 很可能年輕的朋友不曉得有沒有一個一定程度的理解啊 因為我個人覺得有這樣的理解 對於這樣的問題才會有你基礎的認識 什麼樣的這個理解呢就是 我們看到了就是在每一年呢大概不管是專科以上 也有人說是28萬的畢業生 我們Rough的去抓一下大概每一年都會有23萬名的大學畢業生 大學不管還有這個軍警院校啊 在那23萬名大學生 在去年呢有7萬的學長姐還沒有找到工作 在前年還有3萬的學長姐沒有找到工作 所以前年的3萬的學長姐再加上去年的7萬的學長姐就10萬了 10萬再加上今年畢業的23萬就是33萬了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每一年從大學畢業出來還有7萬名的碩士 那麼所以33萬加7萬是40萬 每一年的6月有40萬的人在這個就業市場當中來搶工作 所以各位去想一想這個工作到底好不好找 也許我講到這邊大家還沒有概念 我再說明一下好了 以1111人力銀行的資料庫來說的話 所有的這樣的一個職缺超過50萬 那麼也就是說呢跟要找工作這40萬大軍的這個一個蘿蔔一個坑的配對的話 差不多是剛剛好的 但是這中間就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有的職缺你不見得願意去做 這樣你瞭解嗎 於是也不過就這50萬個職缺 這個職缺數在市場上頭的這個職缺數其實不算很多 因此要能夠順利的找到工作 其實坦白說還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於是呢希望我接下來跟大家去做的分享呢就能夠對大家在找工作 這麼不容易的事情當中能夠產生出一些效益 大家要曉得我們從學校畢業其實馬上就有了第一份的工作 大家曉得是什麼嗎 就是找工作 為什麼找工作是我們的第一份工作呢 也就是我們一定要在找工作的這件事情上頭表現出我們的專業 因為找工作找工作其實大家可能不曉得 找工作其實無非就在營造面試官或是企業主在你身上的想像空間 也就是在你身上的想像空間越大 你錄取的機會就越大 如果一個面試官看今天透過面試看到你 也不覺得你未來上工會讓我有一些什麼經驗的表現的話 你覺得你會收到錄取通知嗎 我想很難吧 於是我們怎麼樣從填寫履歷表到撰寫自撰 一直到我們在面試上的這些表現 都能夠反映出一個求職者的專業度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今天以下所講的都是跟營造專業度有關係 我們只有把我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找工作這件事情 要做到位做到專業 我相信對於我們收到錄取都會有非常直接而正向的一些影響跟幫助 這是我想要說的 好 那找工作我覺得 我們接下來先建立一些概念好不好 那剛剛說的有40萬人在每一年的6月要出來市場上頭 就位市場上頭來拼搏要來找工作 那工作好找嗎 其實工作不好找 但是你說不好找嗎 其實也很好找 這個話怎麼說呢 怎麼 到底是好找不好找呢 那坦白說在我看來把握一個原則工作就很好找 就是用求愛的精神求職就對了 什麼叫做用求愛的精神求職呢 就是生物界都有給我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示範 你去看那個螞蟻怎麼去找配偶 你就知道生物界是怎麼樣去求愛的 用求愛的精神來求職 螞蟻沒有眼睛或者眼睛弱化 那螞蟻到底怎麼找到配偶的呢 螞蟻是靠他的觸角靠他的嗅覺 所以找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雷達打開 觸角要伸出去 想方設法用盡足班手段去找尋看看工作在哪裡 你可以上網啦你可以上報紙啦 你可以問朋友啦 你可以看看父兄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源呢 或是人脈關係啊是吧 如果你都不坑不哈 也沒人知道你要找工作啊是吧 所以第一個要把你找工作的這個訊息要釋放出來 讓大家知道你要找工作 第二方面呢 你自己主觀上頭要去知道哪個地方有工作 然後把這些工作搜羅起來 然後讓你自己來去做一個挑選跟參考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當工作出現的時候 一定要主動出擊勇往直前 第一個呢 我要說的就是呢 企業最愛的就是主動投遞履歷表的求職者 第一方面呢 對於代表你的這個求職態度很積極 第二個是對你對這家公司的一個向心 所以說你會主動投遞履歷表 主動投遞履歷表也就是說呢 在以藝人禮行來說的話 就在我們的求聞檢所當中 找尋你的工作地點啦 找尋你的職務類別啦 甚至於找尋你的公司啊 用這樣的方式 看看這家公司有沒有在爭財 而且爭的是不是像你這樣的人才 像你這樣符合自己的條件的 那你就把履歷表 往這個公司裡面去做投遞 而不是透過自動媒合的系統 把你們兩個連結在一起 然後你在email上面收到了發文 1111通知你哪些公司有職缺 希望你去投遞 不是 這個態度就不積極 積極的就是主動的在求聞檢所當中 去搜尋我們的職務 這就是我所謂的主動投遞履歷表 這是第一點 求愛也是一樣啊 你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 你一定要主動上去搭訕 而不是就是靜靜的 站在那邊默默的觀賞 那她也不知道你要追求她 是不是 所以說一定要發出訊息 而且要主動的要上去攀談 這是在求愛求職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態度要很誠懇 今天不能說求愛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說 小姐不給虧喔 拜託人家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幹嘛給你虧呢 在求職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比如說你要應徵什麼樣的工作 你應該有什麼樣的穿著 我覺得這個就是代表我們去 面試的時候的一個誠心誠意 這樣的一個態度 你不要穿個假腳脫啊 或者是女孩子就是這個 頭髮或妝容都不去做處理 我覺得這都不好的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態度要很誠懇 好不好 好 那再次過來呢 就是要吸引對方的注意 剛剛一開場就講到了 每一年有40萬人在找工作 忙忙往海當中40萬人載夫載強 那為什麼你會被看見呢 那就是因為你有一個 吸引對方注意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也許我在接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在詳細的跟大家來介紹 總之你就是要吸引對方的注意 才可能讓你在眾多的求職者當中被看見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對吧 此外呢就是要有被拒絕的心理準備 因為根據1111人立行的調查 有47%的求職者 大學畢業生是不被企業主青睞的 也就是企業主通常都會要這個 有工作經驗的 於是我們有時候看到這個情況 就會覺得很可惜 就是因為為什麼呢 在我們調查裡面很多大學生 他在四年八個寒暑假 他實習打工最多的地方 就是去油槍滑掉的地方打工 哪裡油槍會滑掉 加油站 不曉得為什麼要去加油站打工 因為加油站打工 跟你未來想要從事的這個職業行業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如果沒有 那麼你這個四年八個寒暑假的 這個打工的經歷等於零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是念新聞系 加上想要當記者 你四年八個寒暑 至少應該要在相關的媒體裡頭 去做實習打工 比如說報社啦 廣播電台啦 電視台啦 其他地方 cable台啦 網媒啦 或者雜誌社啦 最不忌最不忌的去公關公司 因為公關公司他也要跟媒體打交道 所以他都會跟媒體這兩個字 產生連結 你比如說你將來想要從事建築業 你就應該四年八個寒暑假去建築事務所 去打工 哪怕去工地 所以我覺得他都有產生我剛剛所說的這個關聯性 關聯性很重要 那麼有了這個關聯性 那麼企業主在看到你的履歷表的時候 才覺得說你原來不是一張白紙 你對這個行業是有一個基礎的認識跟了解的 那這樣的話對你的求職才會相對的有幫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所以呢 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所以可能不被錄取 不被錄取 我的建議是 我們如果有機會已經進入到面試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應該給面試官遞上一下我們自己的名片 這個名片當然 也許你沒有工作就沒有名片 這個其實可以自己用電腦繪圖去設計一張 那有了這個名片 也要跟面試官去請教一張名片 那你離開這個面試場合的時候 對不起 你離開這個面試場合的時候 你可以發一份簡訊 或者發E-mail 如果他上面沒有行動電話的話 發個E-mail給這個面試官 謝謝面試官今天擺盲當中約見你 聽取你說明一下你工作的特長 以及未來一旦加入公司 以運運可以為公司帶來的奉獻 寫一封信給他 就是無非就是要吸引這方的注意 那離開這個面試場合的時候 也要跟面試官就教一下說 面試官在我們過往的經驗裡面 大概多久會接到錄取通知 面試官告訴你說大概 大概一般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又隔三天隔五天 你就寫一封信 因為你有他的名片了嗎 就寫一封E-mail給他 或者寫信 如果你的字跡好看的話就親筆寫 如果字跡不好看的話就打字 寫一封信 請教一下面試官 根據面試官所指導接到錄取通知的時間已過 那我相信應該我是被歸公司挽洩了 是我個人的本職學能 還是我在面試當天的應對進退 有缺失疏漏的地方 都還希望面試官多多的會與指導 了解自己的缺失以後去尋求改善跟強化 讓我們在下一次面試的時候 會變得更為有戰力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每一位求職者 都應該要去做的功課 做的功課 就好比說我們今天去求愛也是一樣 你今天看到一個女孩子 你去跟她搭訕她不理你 那你不能說男生就不能因此而出家 不是嘛 對不對 我們要去了解原因 為什麼她今天不理你 然後進而才能夠去改善自己 調整自己 然後修飾自己讓下一次 自己的下一次的出發 能夠被打槍的機會能夠降低 是吧 所以如果你一了解原因發覺說 她爸爸媽媽從小就告訴她說 妹妹將來長大交男朋友不要交帥哥 因為帥哥花心劈腿結了婚會染 當犀利人妻 如果她的爸爸媽媽從小就教育她 妹妹將來長大交男朋友不要交帥哥 那你今天長這樣子去跟她攀談 一定被打槍嘛 是吧 這有什麼好意外的呢 所以了解原因這件事情很重要 在求職的過程當中也是一樣 最後就是要有一事再事的精神 不要因為被打槍 就失去了再去求職的這樣一個動力 好不好 那此外呢 我們可以去做一下檢視 就是說 這個是1111人力行 針對了1700家上市櫃公司 回收600份公民券所做出來的一個統計 就是企業主最希望的我們員工的條件 或者具備的能力大概有哪些 我們一項一項來做自我的一個檢視 我們先檢視第一項好了 人際溝通跟表達能力 我就想請教一下在線上的一些朋友們 你自己覺得你的人際溝通跟表達能力如何呢 我們這裡所講的表達能力 沒有要多麼的好像口齒清晰 然後要發言要很流暢 不用到這裡好不好 不用到這邊 你平常能夠跟人家對話 其實就已經是很OK的一個條件了 所以我相信這個一般 一般大家都有 也不至於達非所惡 我問你說吃飽了沒有 你告訴我說今天外面很熱 只要沒有是這樣子 大概第一點你就應該已經具備了 那第二點呢 樂於學習能力 這更不要說了 大家願意打開電腦在線上 來聽這一段的這個 我們的線上的經驗的分享 我就認定你具有這個樂於學習的能力了 那電腦操作跟網路操作能力一樣啊 無庸置疑啊 你現在是怎麼收看這段視頻的呢 你是透過手機看還是透過電腦看 不管你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看 只要能夠看到今天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線上的經驗分享跟交流 就代表你已經具有電腦操作跟網路操作能力了 不是嗎 那如果說你 你今天還願意打開電腦 然後呢在線上 來我們一起做這樣的一個分享的話 其實打開電腦這個動作 就代表做一個學習者 他的一個工作的熱忱 那外語能力我就想請教一下線上的好朋友們 Say hello 你會嗎 喔 會是吧 那會Say hello 就具有外語能力了嘛 如果你覺得Say hello 就具有外語能力的話 那你的自信心肯定沒問題的囉 好啦 我們講到這裡 前六項這個企業主最愛的員工具備的能力 你就已經有啦 那還擔心會找不到工作嗎 所以不要擔心 這個是一個我們的自我的檢查 我們就檢查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的幾個要件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我想我先從面試開始跟大家來說起 我想大家要曉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求職的時候呢 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撰寫履歷表 第二個階段呢就是撰寫自傳 第三個呢就是面試 那我想先從面試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為什麼從面試呢 因為我們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寫履歷表寫自傳 但是我們卻每一分每一秒呢 都在進行面試 好比說現在我們透過線上來做分享 各位在線上看得到我 那就是如同我在大家面前的一場面試嘛 那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45分鐘耗去了 什麼都沒收穫的話 就代表我這個面試是很失敗的啊 那如果說這經過45分鐘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對於我們未來找工作確實有一些幫助 那就代表我們這個面試很成功嘛 所以讓我從面試開始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面試面試 很多朋友呢會有一個誤會 就覺得好像面試是一個與生俱來的 天賦的能力 不是的 我覺得任何的面試都需要去做準備啊 看看根據他的面試的原因 跟面試的經過 來去做一些相關的準備 對 你好比說玄美小姐的機智問答 她何嘗不是一種面試呢 那你能夠對於這樣的一個機智問答 全憑過往的經驗 或者是你的現場的這個臨場的反應嗎 不不不 我覺得都不是 要準備啊 要有準備 要有準備 那怎麼樣去做準備 那接下來就在我們的 單元裡面跟大家來繼續的去分享啊 那很多人不曉得知不知道 就是面試的時候 企業主到底都在看我們些什麼呢 下面這樣的一個表格裡面 就讓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企業主對我們的一個評分的標準 百分之二十八看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百分之二十四看口語表達能力 什麼叫待人接物應對進退呢 就是禮貌 我們去面試的時候呢 你比如說怎麼做 怎麼談話 怎麼樣接受問答 這些都是叫做 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簡單講兩個字了 就禮貌啦 禮貌 那麼另外一個口語表達能力呢 就是 在我們現場的一些 一些反應 叫口語表達 講話 論述清楚不清楚 這個涉及到未來我 幫你招進來 擔任我們的員工的時候 如果說你講話跟表述 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我覺得我們大家在一起溝通 就會有困難了 是嗎 所以其實我們講的這個表達能力 大概就是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就可以了 沒有要求你要成為一個 世紀的演說家 沒有的 好 那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簡單講禮貌 禮貌呢 大家如果說年滿二十歲成年人了 我想多少對於禮貌 都會有一些了解吧 但是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未必 你好比說面試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機會發問 比如說面試官會請教你說 這位求職的朋友 你接下來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嗎 他可能會這樣子告訴你 那我不曉得你會怎麼說 你可能會說 那我問你 你們公司的這個 有沒有在職進修這樣的 對員工的規劃呢 我問你 這個就不禮貌 是不是 我們怎麼說都要用請教 那我方便請教您 有關於貴公司對於員工 有沒有一些在職進修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呢 這就不一樣了 是吧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所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很多的朋友 我們馬上要去上工了 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這個測試 一測試 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年輕的朋友 到底了不了解 什麼叫做待人接物應對進退 這樣說好了 你比如說我們一天 在美國有個調查 我們一天要花兩個半小時 來打電話 你會不會打電話呢 你怎麼打電話的呢 你可能打電話 我來示範一下 大家怎麼打電話的 可能電話拿起來 喂 我找何啟勝先生 看到沒有 我找 這個就沒有禮貌 別人打電話有四部曲 剛好今天如果說有在線上的朋友 那你有福了 至少你學會了怎麼樣去打電話 打電話四部曲 第一個呢就是 你要捨身處地的為對方去設想 電話響起對方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電話響起對方聽到電話聲音 他的感覺是 搓起來 為什麼搓起來呢 就是出事了嘛 這個電話響起來 這出事情了 不管好事什麼業務來了 或是壞事啊 什麼水管壞掉啊 或是 或是什麼系統當機啊 這種壞事 總之 電話響起來 他不會沒事 人家打電話來問你說 吃飽了沒有啊 還沒戲啊 不會啦 沒有人那麼無聊 所以通常打電話給你呢 就是 就是有事情 出事了 於是 於是打電話的第一部曲 就是當對方接聽到電話說 喂 那妳要告訴對方 第一句話 就是 對不起 驚擾您了 懂嗎 對不起 驚擾您了 就打擾您了啦 讓對方的這個情緒 接電話的那個剛剛那個 挫起來的心情呢 能夠稍微的能夠安撫 第二句 第二句 要自爆家門 你是誰 對不起 驚擾您了 我是1111 人力銀行的何啟勝 有沒有 這個叫做自爆家門 你是某某大學 氣管系四年級的學生 何啟勝 這個叫自爆家門 我是某某大學 氣管系的老師 何啟勝 這個叫做自爆家門 大家懂嗎 那第三個呢 就是 啃請誰誰誰聽電話 你看到沒有 人家用啃請 誠懇的啃 請求的請 啃請 別人用啃請 你呢 用找 這個高下立判 高下立判 所以呢 你看看人家的用字 學著點 學著點 用啃請 至少比較有文化 你用找 別人又不是一個物件 讓你在那邊找 什麼 啃請 誰誰誰聽電話 然後呢 別人說我就是 那你的第四部曲 要說什麼呢 那請問您現在方便講電話嗎 能夠耽誤你幾分鐘的時間 看看你的需求 看看你這個 要談的事情的這個複雜程度 方便耽誤你三分鐘的時間嗎 方便耽誤你五分鐘的時間 七分鐘的時間 這個時間你自己來去做 來去做一個判斷 是吧 對對方 一個參考 他就知道說 那我接下來有五分鐘要跟你打電話 我這五分鐘之內不會有其他的事情 是吧 讓人家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打電話四部曲呢 這個我講 待人借務應對軍隊 講到禮貌這件事情 就是讓對方 有一個至少16秒的一個餘裕的空間 他能夠去調整一下 他對應的這個對象 他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語氣 要用什麼樣的位階 要用什麼樣的準備的談話的內容 來去應對你 讓人家有一個空間 讓人家有一個空間 餘裕的空間 時間 然後來去做這些準備 你不要一打電話就開始聊起來了 那別人一點點那種 坦性的那種空間都沒有 他會覺得 對他來說是一種冒犯 是一種不禮貌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會覺得這種倉促的回答 會讓他在 在內容上面更趨於保留 使得這樣的一段電話的談話 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 所以這個 大家就在彼此浪費生命嗎 如果沒有結果的話 是不是呢 所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就舉這麼一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去檢視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其實是有失禮貌的 是有失禮貌的 這是我說的代人結婚意念 那口語表達能力也是一樣 口語表達能力其實從幼稚園開始 學校就有在積極的給我們訓練 可是我們大家都讓渡了這樣的一個 被訓練的機會 你要比說幼稚園的神奇典禮 要不要一個私儀 每次要選私儀的時候 你就逃跑 你就背對老師 你就把眼睛閉上 反正你就希望老師不要選到你 是不是 這不就是一個 本來學校有這些資源 有這些機會訓練我們 磨練我們 我們卻讓渡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就我所謂的 這個在口語感能力上面 那到了小學有演講比賽 然後你也不至高奮勇 你也不那個 所以你就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來到今天 很多朋友都問我說 那我都已經大肆了這個 口語表達能力還有機會增進嗎 其實可以的 我們這個臨陣磨槍不亮眼光 至少你還願意為這個 自己過去長期以來 沒有做準備的 所謂的口語表達能力訓練 去付出 做一點準備的話 那我願意告訴你 我覺得我們可以 先開始用自己最親近的人 所謂的哥哥姐姐 爸爸媽媽 從兩個人 三個人 五個人 家裡面的成員 你開始把他們 當成你的這個陪練團 陪著你練 你對他們去做一個表述 什麼表述呢 你好比說 你可以找一個大家 比較popular的一個議題 大家相對的都比較了解的議題 出錢的議題 比如說像最近的這個疫苗 是不是 為什麼要施打國產的疫苗 或者是 為什麼國外的疫苗進不來 或者對於當前的疫苗政策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好 這個我們大家經常 哪怕在市井當中 接談相議 或同學之間 經常會討 可能會討論到的 你就把自己想要表述的 用一二三四五這樣的條列的方式 把自己的這些論述的論點 去做一個整理 這個就是一個練習 未來我們在職場上去做簡報 也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我們所講的話 大概要去做這樣的一個整理 可以從基礎的架構 比如說人家可能討論到說 你的工作的型態 比如說在這次疫情期間 你對於現行的工作 你有什麼樣的體會 或者在這個體會當中 你如何去成長 若是問到你這樣一個問題 那你會怎麼回答呢 那我個人的建議 你應該要把它分成 戰略跟戰術 這兩個層次來回答這個問題 也就是你先要有一個架構 所謂的這個架構 就是我覺得在疫情之下 我們借重數位的這個需求 可能更為陰切了 這個就是我所謂的一個架構 數位 那麼在這個數位下面 我們要研發出我們的戰術 我們的戰術就是 我們怎麼樣透過數位 然後去監管或者監控 同仁們他的業績上的表現 我們如何透過數位 來去做我們知識的傳遞 如果我們如何透過數位 能夠去貫徹上級的一些 相關的指令 這就是我所謂的 從架構下面延伸出來的一些 戰術的運用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就叫層次 或者這就叫做分段 我們在表述事情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分段的話 我覺得在對方的理解上面 也會相對的比較清楚 比你這樣拉哩拉喳的 哇哇哇哇哇哇 最後好像聽起來像一團江湖一樣 大家了解嗎 我怕大家誤會是行走江湖的這個江湖 就像江湖一樣 那個鼓在一團 讓人不容易還要幫你去抽絲剝繭 我們自己就先分條列是12345 或者是架構式像我剛剛說的 先有一個架構 然後再去把戰術的1234的延伸 然後再去做個報告 這樣的報告是不是相對的就比較明晰 清楚一些呢 好不好 這就是口語表達能力 在職場上我們就是在訓練這個 口語表達能力的 好 那為什麼我剛剛一開始要從面試來說起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個人覺得面試在這整個求職過程當中 是最為重要的 為什麼叫最為重要 當然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可是面試它有某種程度的 它一個在我們求職過程當中一個 佔比非常重要的佔比就在於說 你如果接到了錄取通知 它有一個象徵的意義 也就是呢你幾乎已經是半條腿 踏進這家公司了 那至於你能不能最終收到錄取通知 就是收進去另外半條腿 那麼就看你在口試當中的一個 面試當中的一個表現 所以面試重要 面試在整個剛剛講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填寫履歷表 第二個撰寫字撰跟這個面試 這當中它的重要性 是我個人覺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花那麼多時間跟大家去說明一下 面試28%看待人間務應對進隊 所以24%看口語表達能力 這是面試當中要去注意的 這也是我們如果一旦接到錄取通知 我們就要開始去做準備 包括我們到時候怎麼樣去應對 面試官對我們的一些要求 怎麼應對呢 我想還是用具體的實力 大家可能會比較容易想像 或是比較容易理解 否則說何老師啊 你就說代人介護應對進隊 那到底面試的時候會碰到哪些的應用場景 接下來我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好 如果今天這家公司有一個規模 它有一個會客室 讓這些求職的朋友通通到會客室裡頭來集合 這時候有一個秘書小姐來給我們倒水 我請問一下在線上的朋友 你應該會怎麼做 很多的人就說謝謝 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從這個椅子上面站起來 然後欠個身跟他說不敢當 謝謝你 謝謝 拱個手 謝謝 謝謝他 那為什麼要站起來呢 當然第一個動作大是很重要的 回到剛剛用求愛的精神求知 有沒有看到裡面的第二點叫態度要很誠懇 第三點要吸引對方的注意啊 那你現在站起來說謝謝這個動作 就做到這兩點 第一個態度很誠懇 第三個你動作大吸引對方對你的注意 有時候要曉得啊 你很難想像啊 這個秘書小姐搞不好 就是這個董事長的小姨子 都不一定啊 他對於你的那個面試的成績 也發揮了某種關鍵性的角色啊 你可能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們進到這家公司 誰都不能得罪 好啊 有人來給我們倒水 我們站起來說謝謝 什麼時候坐下來呢 就當他倒完水離開 看到他的背影 像朱志欽的父親一樣啊 這時候才能坐下來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我們在求職面試 會碰到的應用場景一 那再過來呢 可能這個面試會帶你進來到這個面試的房間 有一扇門 門上面有一個門把 那我就要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是您的話 你是求職者來開這個門呢 還是面試官來開這個門呢 我個人主張是讓面試官來開這個門 因為如果你的環境不熟悉 你的開也開不 拉也拉不動 腿也推不出去 最後面試官還覺得你在耽誤時間 啪 把你手打開 啪 日時拉門 是吧 所以陌生的環境危險的動作不要做 於是當這個環境你不熟悉 你千萬不要太主動的去做一些事 那只會很糗 很尷尬 讓面試官來開這個門 那什麼動作是放出四海而接準的呢 就是這個門打開以後 你做事請這個面試官先進 那面試官也許也很客氣 也許是在逗你啊 他要你先進呢 求職的年輕朋友你先進 那你到底是進還是不進呢 那你又開始跟這個面試官虛為疑說 面試官先進 面試官說你先進 兩個人在門口 又是你先進我先進的 相持不下告訴各位兩次為疑 你先請面試官進 面試官又請你進 你再請面試官進 面試官還是如果請你進的話 你就跟面試官舉一個功 謝謝面試官 那麼就照著他的意思 你就先進去吧 那進去以後呢 一張長條桌 兩張板凳面對面放好 這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這給我們一個機會 就是讓我們能夠掌握先機 就是主動出擊 主動出擊 我們可以先發問 從這個用請示入座的 就這樣一個角度來發問 什麼叫請示入座呢 就是我們到哪邊坐下來 其實都要先問過主人的 比如說這些系主人叫你到辦公室 那他辦公室有一個辦公桌 還有一個沙發區 然後呢這個老師叫你說你坐 你總不能就找個位置你就坐下來 這是不可以的 這個不符合待人接務應對進退的 這樣的一個要求 你應該要怎麼做 你應該問老師說 老師那我是坐在這個位置方便嗎 如果老師說隨便坐 那你當然就坐下來 那如果老師說 你坐那個位置 坐那個位置 也許老師對你的座位 他有他屬意的安排 瞭解不 所以說就算即便請你坐 你都不能夠隨隨便便就坐 你坐哪個位置都要跟主人請示 於是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一張長條桌子 兩張板凳面對面放好 你也要請示一下面試官說 面試官請問一下您 過去的經驗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求職者都是坐這個位置 不是這裡 好的好的謝謝面試官 或者也可以從面試官的角度出發 問問面試官說 面試官請問一下 待會我們面試進行的時候 面試官您的位置是坐在這裡 好的謝謝您 那面試官請坐 這樣了解不 有一個請示入座的一個過程 如果這件事情這個動作 你在面試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話 我覺得面試官會覺得 你是一個相當成熟的 遲早在待人接觸應對 應對進退這件事情上 好的那面試官 面試官坐下來你坐下來 我覺得 當然請面試官先坐了 可是面試官也許請你坐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演練過了 我就不重複了兩次為一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 如果當面試官先坐下來 然後你也坐下來 我就覺得說這個呢 就不是一個專業求職者的表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要透過面試給自己加分 給自己加分 於是我想要建議大家的是 當面試要進行面試官坐下來的時候 你先不要坐 你呢跟面試官說聲對不起 面試官對不起 這個 今天的面試啊 我希望在面試之前呢 再一次的謝謝面試官 今天在百忙當中呢 約見我 聽取我說明我的工作的特長 以及未來一旦加入公司營運 可以為公司帶來的奉獻 謝謝面試官 你有一個開場白 你看到了沒有 這時候你再坐下來 來開始進行你的這個面試 我自己無論是在 碩士的入學的口試也好 或者博士班的這個入學的口試也好 我都有開場白 也因為我有開場白 我覺得我的這個口試的分數 都相當的高 我覺得他做到了剛剛 用求愛的精神求職裡面的第三項 就是留給對方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為什麼一點一點的 跟這個線上的朋友 去做這個面試當中的 應用場景的分享 無非就是希望 你看看我所說的 能不能加深面試官的印象 我認為有 而且發生在我身上 都有 一些效益出來 所以我才會把這個 做法分享給大家 另外呢最後呢 就是在面試的時候 記得要帶一本書 如果是你in-house工作的話 in-house工作大家了解嗎 比如說像公關啦 或者是法務啦 MIS啦 企劃啦 等等的 就是上班打卡 在公司裡面上班的這種 叫in-house的工作 這種工作的朋友 去面試的時候呢 帶一本商業週刊 帶一本商業週刊呢 就代表的這個 營造對方在你身上的一個想像空間 他會就是說 喔這個年輕朋友 出來面試還隨時帶一本書 分分秒秒的 珍惜時間 為自己做充電 有沒有 所以帶本 帶本什麼書呢 我個人比較建議屬意的是 那種財經雜誌啦 商業週刊也好 金週刊也好 等等的 這種財經雜誌 天下啦 遠見啦 這些都是 都是可以帶的 他有以下的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面試官看到你 有帶本雜誌 他就 一方面就認定了 你是一個 這個連出來面試 都分分秒秒掌握時間 充實自己的年輕朋友 二方面他一看到 你喜歡看這個商業週刊 我也喜歡看商業週刊 你們兩個就變同好了 同好的話 陌生距離就一下子縮短了 增加了他對你的好感度 至少兩個人不再陌生 至少他跟其他人 你跟其他人相比 他對你相對是比較不陌生了 是吧 那麼另外你帶本雜誌去 他可能會問到你說 你喜歡看商業週刊 他對於這一期的這個專題企劃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總不能兩手一探說 何先生只有叫我帶書來沒叫我看 那我就覺得你在浪費時間了 是吧 都已經洩題給你 所以就是說做一些準備 對於這個專題企劃內容 到時候被問到的時候 你也可以 能夠去做一些表述 然後來表現你自己這些獨立思考 或者是論述的這些能力 是吧 所以帶本書去 都會對你有一些幫助 這個是我們在面試場景裡面 所看到的一些情形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說了我倒過來講 從我們撰寫履歷表 自鑽 然後再加上面試 面試我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那自鑽應該要怎麼寫 自鑽是這樣子的 自鑽就很多的朋友呢 按照了這個人力銀行 所提供出來的公版來寫自鑽 一 家庭 二 學校 三 社團 或者三 經歷 四 結語 我覺得這個叫做項目 英文叫做item 我覺得不是這樣寫 現在你所看到的自鑽範例 是我覺得相對比較經典的 也就是自鑽的每一個段落 都要有一個標題 標題標題 報紙看過沒有 報紙如果說有一個超過一千字 一千字的報導的話 它中間一定會用標題來去做分段 否則這個一千兩百多字 看起來真的太長了 所以有標題來提示 這個段落裡面主要要講述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選擇用一個文青式的這個 標題 然後來去做撰寫 讓這個段落相對的比較分明 然後也讓那個面試官能夠看得下去 面試官在看這個自鑽的時候 我經常要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求要寫的是自鑽 而不是通鑽 我們有時候就問這個 剛剛畢業的同學社會新鮮的人說 你這個自鑽裡面特別寫到你會word 你會excel這種辦公室的應用的系統軟體 你的同學會不會 通常得到的答案是說 我同學也會啊 然後我說這種你會我會大家會的 就不要寫在自鑽裡面 因為那叫通鑽 一通百通的通 就你會我會大家會 那這就不是屬於你自己的 怎麼寫在自鑽呢 這叫通鑽 我們不是寫通鑽 我們要寫自鑽 所以我就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曾經輔導一個這個雲科大 棄研所二年級的學生 他即將要畢業 他把他的這個自鑽呢就拿來 從台中拿到台北來給我修改 後來我跟他聊天之後呢 我發覺說 他還有一些屬於個人的故事 他碩一的時候就參加1111人力銀行 跟浙江省政府的一個實習的這樣一個機會 就是當時1111人力銀行 跟浙江省政府找了中國大陸的一千大的企業 讓他們提供職缺給台灣的年輕朋友 過去裡面去做實習 時間是一個月 那他在碩的時候呢 跟北平的這個同濟大學做過交換生 交換學生時間一個學期 我就拿著這兩個經歷 幫他寫就了以下你會看到的這個自傳 我一直把這個自傳呢 就出現在螢幕上頭 就讓大家可以慢慢的看 我的第一段呢就寫說 在這麼競爭激烈的職場當中啊 為了想要脫穎而出 所以呢 我知道我應該要具備有比別人更強的素質跟條件 於是我在進了研究所之後 我對自己做了兩個安排 一個安排呢就是我到了這個 中國大陸跟浙江的一個500強的企業裡頭 我去爭取了一個實習的一個機會 第二個呢就是我嚴惡的時候呢 獲得了上海同濟大學的這樣的一個審定 成為了一個交換的學生 就是注意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所幫他寫的自傳裡面 上面那個踏上自我挑戰的真誠 武裝最完備的自我 就是我們所謂的標題 這個叫做文青式的標題 一定要有一點點這個文藝 一定要有一點自真俱焯的包裝 在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越有包裝 越文青 越有一點點這樣的一個意涵 也越能夠吸引大家往下閱讀 是吧 你不要不要寫個標題寫得很隨便 你隨便別人也用一種隨便的態度 來看你的自傳了解不 所以這個是我對這一份自傳 所選用的標題叫 踏上自我挑戰的真誠 武裝最完備的自我 表述了我第一段裡面 所寫的一些相關的主題 這個是我對他的這個自傳的內容 那我們進一步的來看 這裡面所用的文字 我常常在講 就一個自傳的只寫六百字 六百字分四段一段才寫一百五十個字 這個文字很短很少 所以呢我們選用的字呢 要自製珠基 每一個字都要像打牡丹一樣 要發揮他的這個震撼的強大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各位你看喔 我不是只是說他到 他參加了1111人力行 跟浙江省政府的一個 企業實習的機會喔 他是爭選喔 嚴一時爭選取得 前往浙江參加大陸 五百強企業的實習機會 這個代表他中間有一個爭取的過程 而且他是選優 才獲得了這個實習的機會 大家注意到沒有 所以他是爭選取得 我用的這個字都有我特殊的用意 就是希望能夠讓評審老師 或者讓面試官能夠知道 反應用文字來反應出 我這個同學他的優秀 然後你看嚴二時獲得 上海同濟大學的審定喔 也是他有一個審核的機制一個過程 不是隨隨便便 你想要去被交換就去交換的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每一個字要自爭俱灼 我講到這個自傳 那你再看到他的第二段呢 第二段講的就是說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兩個安排 做一的時候做什麼 做二的時候做什麼 嚴一做什麼 嚴二做什麼 他為什麼要去做這兩個安排 他有他的一個思考的出發的角度 這個我擺在第二段 那第三段呢就是去寫 在這個兩個經歷當中 他獲得了什麼心得感 那第四段呢就是這個心得感想 怎麼跟他的心的工作去做一個契合 這樣了解不 所以這是我的第二段 你看第二段叫做 兩岸學生實力比平 劫長補短長見聞 這個叫做標題 標題要置中 然後呢用 也許你用協體也沒關係 然後用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字體 然後去表現這個標題的地位 所謂標題的地位就是你要凸顯它 要讓人家知道說這是一個標題 那既然你這個標題是被凸顯的 你這個標題裡面的這個文字 就不能不講究 同學了解不 所以說這個是我所謂的這個標題 這是在自傳 自傳的部分 希望大家在自傳都知道怎麼樣去填寫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在講履歷表 履歷表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說了 有所謂的16秒 這個秒殺 這樣的一個用字 不管16秒 不管7秒 不管幾秒 總之履歷表就是秒殺 為什麼秒殺呢 因為你想像這個HR一天要看 可能上百份的這個履歷 它怎麼有時間 每一份每一份的細讀呢 於是當然就是讀一讀 如果說各位很多朋友 我剛才講的面試 面試的根源來自於你的履歷表跟自傳 你的履歷表跟自傳寫得不好 你就不會有面試的機會嘛 好不好 那所以呢 那履歷表又擺在自傳的前面呢 通常造成秒殺的第一個因素 就是那張照片 有很多的求職者 履歷表上面沒放照片 這是第一個就被刷掉的 我不是講了嗎 我們畢業之後就有一份工作 馬上就有一個第一份的工作 叫做找工作 於是履歷表上面就是要放照片 你怎麼可以沒放照片 你沒有放照片 你就不是一個專業的求職者 所以你被履歷表被打掉 那叫活該 為什麼人家就告訴你要放照片 你為什麼不放 我常常有看到那個沒有放照片的履歷表 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你既然要來應徵工作 你為什麼不放 好吧 所以那好 既然要放照片 要放什麼照片 我在這邊跟年輕的朋友分享一下 有的時候看到這個我線上的講座 也許是在六月 也就是大學剛剛畢業 你可能剛拍完學士照 然後這可能是你人生當中的 近期以來最正式的一張照片 學士照是 叮 是這個我們履歷表上面照片當中的錯誤選項 叮 為什麼錯誤呢 因為學士照有學士照的用途 學士照它有三個用途 第一個用途是擺在畢業證書上面 第二個用途呢 是擺在畢業紀念冊上面 第三個用途呢 就是放大擺在你祖先排位旁邊說 臨孫啊今天台下畢業啦 來告慰你的列祖列宗的 所以只有這三個用途 所以它不是擺在履歷表上面的照片 擺在履歷表上面是求職的照片 所以要有一張求職照 現在在畫面當中 您所看到這位黃詩梅小姐 是我多年前工作當中的一個夥伴 她是1111社群中心的總編輯 清華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 她在今年4月的時候呢 她在臉書上面PO了這一張照片 那我就在下面留言說借分享 我希望到課堂上都拿著這張照片來 跟同學們來去做解釋 這個就是一張履歷照 什麼履歷照呢 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花六七百塊到照相館去拍一張燈光美氣氛家 能夠拍出你專業形象的一張照片 這個叫履歷照 它不是身分證照 因為身分證照有很多的要求 什麼不能露齒 然後一定要露耳朵 什麼把一個人搞得呆呆的 不是身分證照 履歷照 這是屬於你在找工作 要能夠展現出你的一個氣勢 等等的這樣的一張照片 叫履歷照 大家了不了解 這張就是履歷照 剛剛這個我們的線上課程一開始 我秀出來我的學經歷背景的時候 那給大家看那張照片 那個也就是一張專業照 專業的形象照 大家一定這個錢不要捨不得花 不要用個手機在一個白色牆壁前面 然後這樣去拍照 然後就當成是你的履歷照 如果你真的是沒有預算 你這樣做無可厚非我也就認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扎扎實實的 去用一個恭敬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求職的道路的話 我個人建議這個六七百 是這個不能審的 要花這個錢 去拍一張這樣的照片 各位有沒有看到無論顏值如何 它所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 一個自信專業的一個笑容 那麼這樣的話就容易引起面試官的注意 往下去看看你的這些相關的這些背景 學歷啊經歷啊等等的 好不好 這是履歷的照片的一個準備 我最後呢就結束在我們履歷表上面這張照片上面 我告訴大家 處處留心皆學問 找工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它是一門功課 那麼透過今天跟所有線上的朋友的分享 讓大家知道 不論是在我們的填寫履歷表 撰寫自撰跟面試 都應該注意到的一些細節 因為呢 除了處處留心皆學問 就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至聖的關鍵也表現在這些細節處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今天講得很detail 那麼也希望透過這些細節的表現 讓我們的面試官看 在我們身上看出我們是一個專業的求職者 想像我們未來會是一個專業的上班族 那麼這樣的話 收到錄取通知的機會 就遠遠比我們的同儕要大得多得多 一點點的時間 那麼把過去的經驗做一個會整 提供給年輕的朋友做參考 也祝福各位在求職的路上面 都能夠非常的順遂而圓滿 祝福各位 謝謝大家 再會